在今晚321日的谷草野菜有两匹马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第一匹是第三场四班12米的10号马天分高 这匹马现实是一匹17倍的冷马 为什么这匹马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你的职业排位计算表第三场的实力码那里 按进去 你会看到这一堆就是近象的同程实力码和他程的实力码 如果你看放头马的话 你会看到这场的赛事其实有几匹放头马的 包括杭州飞轮天分高和这一匹的同盟力量 但如果你看前速的话 你会看到其实这一匹的天分高是具备最强的前速 不单止这样 它也是一个正的指数 不要忘记这一匹马是一匹四岁的质身马 即是你仍然是可以期待这匹马有可能会进步的 那如果再看天分高在这场的赛事 其他的放头实力码来比较 同盟力量上仗是赢的 是五班 而且这匹马未必一定是放的 对不对 而这匹的杭州飞轮上两仗跑同程 似乎已经缺乏了前足了 换言之在这场赛事这一匹四岁的质身马 天分高 即使排外档 但相信它仍然有小的机会可以放头 因为它具备很强的前速 好了 如果你去所有马选择它出来 这一匹马其实是一匹刚刚起步的质身马 而它跑那么多仗 最好的仗就是大前仗这场谷草迁移 跑第四 是吧 虽然它是排一档 容易点放头 但你可以透过其实它那个前速的时间 是可以知道这匹马是具备前速的速度的 而上两仗它跑的全部都是更加速的一千 那如果在这场赛事 如果它放的话 那就是说 由于其他对手的时间指数是一半 跟它来比的话 变成其实这一匹的天分高 在这场是占有优势的 OK 如果你再看它这一场的3-2-1 赛事水准其实不低的 如果你去赛事水准那里打3-2-1 你会看到在这场的赛事 在它前面回来的两匹马 其实树仗都是再赢同程的 而甚至后面回来的马 都可以在同程入Q和上名 那这一场的3-2-1 跑第四天分高这场的赛事是特别值得你尊重的 OK 由于这一匹马还是4岁 还可以期待进步 再加上它这次是什么磅 和这一仗比是什么少很多磅 这一场赛事它背的是126磅 而今晚第二匹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六场4番谷草12米的12号马 葬奇迹 这一匹马现时是一匹6点多倍的半冷马 为什么这匹马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六场10里马那里看 你会看到这场赛事和刚才那场赛事的形势是相反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场缺乏了快放的同程实力马 顺利取称排12档 但它的头段不是太快的 那就是换言之在这场赛事 你应该将目标放在同程的实力马 当然最好就是排内档 还有这一类马是具备没断的加速能力的 这一匹的藏奇迹 正正属于这一匹马这一类的马 它这次排一档 不单止这样 你看到它是具备没断的加速力的 它的0.91是这场赛事 其实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多人有一匹圣神威比他更厉害 但是这一匹马始终是排外档 就没有这一匹的创奇迹的形势这么阶 它是可以咬住较前的位置 省力然后跟你斗一段没断的 而这一匹的创奇迹 现时也是一匹四岁的质身马 所以这一匹排内档形势有利 具备没断加速力 在这一场慢步速的赛事 这匹马是占有考法和档位上的优势 当然了 再加上这匹马是属于一匹半冷的马匹 所以这匹的半冷马在这场赛事 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在手 我就建议你现在快点按进去这条片的下面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你就可以立刻拥有这个表了 记住拥有这个表 你每个赛日的成本 其实比买一本马保 马保的功能其实就是帮你刨马的 但是职业排位计算表的功能 除了可以帮你刨马之外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帮你即时找出 哪些是真正的实力冷马 以后你投注的时候 就可以围着这些真正的实力冷马来下注了 OK 为什么这么多的职业团队 是运用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 原因正正就是 这个除了是刨马工具之外 也都是一个非常容易 找出实力冷马的工具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 我就会建议你 现在快点按进去下面 要订阅请去以下 记住当你有了这个表之后 在未来的赛日 用几百元来注 而收过千 数千甚至过万 各位人士 分分钟就怪你了